镜头转回国内 震惊社会的毒贩虐头命案 台湾高等法院认为 主嫌刘金龙等四个人 在审理的过程当中 已经有毁忆了 所以将刘金龙从死刑改判成30年徒刑 这引发了死者家属的愤怒 王浩的姑姑王维军 今天召开记者会痛哭失声 批评法官冷血 所以明天还会到司法院静坐 抗议司法不公 要帮王浩讨回公道 我想请问法官 如果这些伤在你身上 你觉得你会不会死亡 王浩姑姑哭得声嘶力竭 气数二审判决的不公平 家人完全无法接受 也认为法官根本冷血无情 他黏大体的脚 帮他把眼睛 尽量把他稍微捏一下 我一直到昨天我才知道 浩浩的膝盖后面 这个是用钉子扎的 那天排局的晚上 我妈妈打给我 我妈妈快八十岁了 她哭得 我心都要碎了 为什么 王浩姑姑也说 她在脸书贴出王浩遗体的照片 是要告诉大家歹徒的残酷 还有法官的冷血 但却被检举移除 他一定会再把照片放上去 对于二审法官认为 施虐的刘金龙 有将王浩紧急送医 在审理过程中 也向家属鞠躬道歉 已有悔意 因此改判三十年徒刑 不只家属质疑 民间团体也将声援抗议 那我们觉得这个判刑 我们觉得非常的不公平 我们也不接受 法官的自由新政 把杀人罪撤销改成伤害自食 这个我们绝对不接受 我们明天早上十点 在司法院大门口 会有一波抗议启动 所以希望大家 以黑色或白色的衣服出席 王浩死前遭受极大折磨 虐待他的凶手 却有机会存活 王浩姑姑除了心痛 也下定决心 一定要帮王浩讨回公道 U电TV王树红颖至刚 台北报导